喜歡的女歌手 你去茶餐廳有什麼必吃的東西 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 熱奶茶 小時候在彭馬地住 當然覺得彭馬地的東西最好喝 喜歡的女歌手 周圍問吧 演唱會嘛 幫忙吧 給我一個形容詞 你怎樣形容你的兒子 熱量 最喜歡的Superhero 拍武士 拍武士 最想收到什麼聖誕禮物 商演 如果整個聖誕節我都是做商演 真的不能撐 開心得不得了 我的家人 口頭是 因為我看你的影片的時候 有時候我發覺 現在剛剛大 就是這樣 就是那些 最喜歡的球隊 萬年 一種動物的健身 馬 我會有熱奶茶 我卻背代理好 我會接受威笨益 改造美麗情報 結量的客 武士 似對著蠻亂的海報 做你的 啊 哈哈哈哈 什麼來的 這次你和周國賢 為什麼無緣無故搭上了呢 我一直都有很喜歡他的歌 首先很有他自己本身的個人風格特色 而又不是很離開那個市場很遠的 但是我會想到 如果李克勤加他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 和一貫李克勤的歌 有不同的東西會出來 我就跟Alix說 可不可以找周仔寫一首 總之我要是很他的東西 把我放了下去 這樣唱 我記得我聽 蘆蘇糖的Demo的時候 其實我在日本 我和阿Y在買三貨 那個演唱會 就在找飯吃 不是嗎 在找海膽飯的時候 哇 這首好啊 是這首辣 其實蘆蘇糖的三字 是Alix的想法 因為我們最初想 當我在日本想想 想寫這首歌的時候 因為他第一句那個melody 就是 那我就說 最好如果第一句 或者是Colors的第一句 可以放到一件物件 下去就好 那我就在電話 就跟Alex在那裡對 然後對著對著 他就說 就是龍蘇糖 我說龍蘇糖不錯啊 其實是 不停每一次 做唱片也好 演唱會也好 或者單曲也好 都希望有些新的東西 給大家聽到 尤其現在 在一個唱片 不是很賣 就是簡直不賣 的年代 我覺得 更加應該要多些東西 Hello大家好 我是李一琴 大家現在在看的是LKFTV